有没有看到五十年六 一地 那动作要要 顶着艳阳体验传统岛小米 一旁还有腌肉试吃 二十三号宜兰大同乐水村举办 西头群泰雅丰收器活动 民众排着队围观尝鲜 要来体验传统泰雅煮美食 腌肉很深刻 是真的 不敢吃 小米还不错吃 它很甜很香甜 然后就是配上那个花生粉 对 吃起来很棒 今年的气候跟水分 其实碎都长得还蛮大的 所以小米都长得还蛮漂亮的 让那个外地在地留客 让他知道我们热水 原来有在种植这些小米 跟日赛米的产业 宜兰大同乡热水村 今年来积极推广 种植传统作物小米 这次也是第二年举办丰收器活动 希望透过汉部落产业结合 打出知名度 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小米跟稻米 然后连成 连结一个产品 主要就是说能够借着这样的农产品 能够打出去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小米丰收器 我们已经失去了将近40年到50年 这光景 当时小米是我们的主食 但是主食只是一个单纯的 那后来现在目前大家环境在改变 必须要有创新 要有突破 现场除了有传统美食乐舞表演 会场中边也有许多部落手工艺品摊饭 就是要来拼部落观光经济 也是新闻 西安娜大陆依然大同采访报导 但是我们先到处下了 就要来拼部落下了 然后我们先到处下小米丰收器 就是要拼处地的